主席我请一下梁次长 好 请梁次长 梁委员好 梁次长 针对今天我们在委员会中排这个议程 我想你在很多场合当中有提到 不仅仅不管是FTA也好 或者是FFA也好 你常常讲说台湾现在产业在调整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开放市场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保护国内的弱势企业 但是面临到不管是签ECFA也好或者签FTA也好 未来要签的 我们你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常讲的 我们不可以左手出货给人家 右手却挡着人家货不能进来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我相信这句话是你讲过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思考 签了ECFA之后 全部政府就开始在拥抱着说 我们要赶快有进度 赶快签FTA 到底基金努力一直在签FTA对国内有没有冲击 如果换个角度来讲 我问你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对国内产业绝对有冲击吗 但我们在进一步的立场当中 我们到底国内产业 可能冲击到不管是传统或者弱势产业 他们常常不承认自己是弱势产业 有没有影响 这是也是你讲的 你在演讲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关键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厘清 我们真的很期待政府 不管做到跟大陆之间签的ECFA之后 也希望责任政府赶快跟其他有帮助国家来签FTA 但是国内到底冲击到 不要每次像签那个法之后也是纷纷扰扰啊 优劣绝对会碰到 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不要拼命签 签了半天 就像我简单讲就是 我们到底考量什么 刚刚委员有咨询吗 我至少在前朝政府时候签了四个国家的FTA 我请问你绩效如何 顺便跟我们做回答 好 先跟委员报告 您刚刚说我们签了五个国家四个FTA 这个其实也很有意义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 刚开始 对 刚开始 没有错 政治考量而已 但是出口的利益来讲的话呢 它只占我们总出口的0.187% 确实没有办法帮忙我们出口很多 但是 有象征性的意义 只有象征性的意义 这个不能否认 就数量多四个 五个国家四个FTA而已嘛 是的 所以这些考量 我想我们未来包括 今天平安心讲 即使跟新加坡要签 已经差不多要签FTA 就是不管是他用什么名称啦 其实 我们也要考量 两国之间在经贸当中的互动 到底是如何 然后相对的你也在说 未来 未来有跟包括美国 澳洲 纽西兰 你有一些阶段性的 就是那个排序优先顺序在签 是的 我是觉得 你也要告诉国人 也在这个委会当中跟我们讲说 其实我们激情面对的可能 好 首先可能要跟美国签 像你顺序说澳洲 澳洲 纽西兰 日本 东南亚 欧盟等等 这是你所列的优先顺序啊 那你要分析这些可能跟国内产业有什么样的冲击 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在国内的业界当中有心理建设 至少对我们委员来讲了解 不是天天逼你们签那些金业之后就没事了 其实对国内产业冲击是很大 没有错 签FTA同时要顾虑到国内产业的调整 但是不能够因为产业若干的产业没有竞争力 我们就不出去签 这个也是不行 所以刚刚委员讲的非常 所以我说有些产业界来说 我们因为这个范围很广 我也没有办法说今天在委员会当中就会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事情真的要把它厘清 那当然每一个都签是最好 但是我们承受得起吗 我是觉得我们要考量我们承受得起吗 所以你要用这些方式跟我们分析 你要跟美国签可能面临什么问题 跟日本签跟什么签有什么样问题 我跟你讲 像我们一直说 哎呀那韩国我们也很担心啊 哎呦 那个所有邦当杂志一看到 那韩国都跟谁签 韩国跟谁签的 那我们都还没有签 糟糕我们竞争力会弱化 那我们也知道啊 问题是韩国他签有他的策略 那我们要签我们有没有策略 请问一下市长 我相信你绝对有策略啦 也多少跟我们讲一下嘛 我们当然有策略 我们考虑的因素 还是以经贸的往来 以及政经关系的紧密度为考虑 我们不过我这个东西 委员完全知道 跟国外的交涉 基本上是压子划水 一步步的在做 但是我们非常的高兴 新加坡这个例子 已经正式的公开宣布了 新加坡其实上次我到新加坡 那个大使爷 史大使爷跟我聊 说至少这是一个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很大 就像你们两堆积木的方式啊 是不是跟委员报告 在各主要的国家进入东南亚的市场 常常都是新加坡 签第一个FTA 对 美国如此 欧盟如此 别的国家都是如此啊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们这个简称叫做A-step 一步啊 一个是A步啊 那是非常谢谢委员的这个 这个关键 你讲的非常的正确 我知道 都讲了很确 我也跟你讲了 就是我说 那你未来在整个签FTA当中 到底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包括可能你排的顺序当中 你这边只有提到几个 那顺序是有啦 但是说明当中 就带过的美国欧盟啦 东南亚国家 就像我们讲的 跟日本签 或者是跟美国签 可能面临的问题之外 最重要是 好 我再换个角度讲 我们跟韩国在做竞争的情况之下 韩国走到这样子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争取 不然的话可能在 就是两国之间的竞争 在外国的这个世界市场当中 我们大概会越来越弱化 尤其韩国我们知道 它遏止啊 外交界我们几次考察当中 我们也听了很多啊 对不对 他们有时候刚开始 都对我们很友善 到最后根本把我们踢在一边 对不对 不把我们当朋友的 我跟你讲 之前我在经济委员会 我也跟你提过嘛 韩国不是为了 那个面板的事情 做污点证人而已啊 现在我们贫通地区也好 或者是那个农委会这边 鸭肉的问题啊 他也在做手脚啊 对不对 本来只有鸡不能外销到日本啊 他现在把鸭肉也挡住了啊 那挡住这种 是叫我们卖给他 他去卖给日本啊 那这些业界都知道 可是我们政府之后知道了 所以韩国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一个国家 尤其面对我们在很同质性的这种竞争的情况之下 他是所有招数都可以使出来的人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未来的竞争还是主要的对手的话 尤其是电子产业或者科技产业的市场当中 在欧盟我们也看到我们跟韩国真的是真的是在拼命啊 那各个国家当中几乎都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策略我就搞不清楚啊 各位委员报告有几个策略 第一个 以韩国来讲 他双边签了FTA的地区国家 我们都积极的去看我们是不是跟得上 另外呢 我们有领先他的地方 像ECFA 他们现在拼命的想要追我们 您屏东地区的话 农产品 那像是上次我去访问一些石斑鱼的业者 他们对于这个ECFA 对他们得来的帮助非常非常的高 看明年 看明年啦 明年元月以后 没有错 但是原则上 他们跟我分析了整个 东南亚地区养殖鱼类的竞争大势 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有希望 所以第一个 双边的部分我们要努力 第二个 在WTO多边的底下 如果能够达到多花回合的协议 这个是利益均响 第三个 您刚刚讲 像电子通讯类 我们WTO底下有个ITA的协议 是大家都免税 所以在美国来讲 我三分之一的市场 是属于自通讯的 我基本上是免税 这一点韩国并没有比我们占到便宜 所以我们多边双边的共同的努力 谢谢 韩国 当然啦 今天我们能签ECFA 韩国是刹在蛋 平常起来 他还是有这个压力 那这个 因为这个市场开放对我们有利的话 所以他也一直在积极在对外 然后如何跟中国是好 其实他们也 也在寻求突破 那其实我们在几次的考察 都会了解 我们签ECFA之后 一直在跟欧盟国家讲说 你可以 你不信任中国 你信任台湾 从台湾转进大陆 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所以这些我们在外交部当中看到 所有各国的大使都非常努力在做一个推销跟说明 然后我非常肯定 但是最重要是 韩国在签 跟其他国家签ECFA当中 他们都会 除了大陆之外 先进国家都已经掌握到签ECFA之后 他们都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一些新的技术 新产品的带动一些产业 可是我们今天也不能说 我就已经有签ECFA之后 再有市场之后 那有优势之后 就 委员指教的非常的对 所以我们报告里面也说 ECFA是我们拓展全球市场的一环 我们绝对不能够以ECFA为满足 但是现在的现实是 中国大陆加上香港是我们最大的措施 我也觉得ECFA到最后 其实是两岸之间问题 那个和谐的一个开始 希望有一点点 大家两边友善的开始 但是呢 实际上未来的作为如何 有待考察 有待观察 对不对 因为两岸之间能不能落实ECFA之间 而且不会伤害到那个本国的一些产业 其实我们都在有待观察 没有错 所以 所以呢 相对的 我们也听说欧盟也是因为 跟大陆 我们当然是讲说 跟大陆签ECFA之后 对我很好 可是欧盟国家有些都说 你们怎么反而去跟 一个中国大陆签ECFA之后 所以对签ECFA 也对我们觉得 要保留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 或者认知 还是不是 就是当作一个开发中的国家 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 可能相对的 对我们 未来要签FTA情况之下 也在做评估 所以这些其实在外交 在经济各方面 都是整合性的考量 所以我们真的也很希望说 当然国家 有国家的立场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产业 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都非常相关的 包括在国与国之间 就是外交部是第一先锋 所以我也很肯定你们的作为 但是只是 有时候 在说明当中 在宣传宣导上 一定要 更多一点点的分析 为什么 不然国内就因为 哎呦 签了ECFA之后 可能有害无力 然后呢 等签了之后 一定要看到成绩 然后呢 有很多说 啊签了ECFA之后 结果一开始拼命要签FTA FTA 当然 它有它的意义存在 但是 对国内真的 冲击道的问题 要怎么样解决 你们要想好 才开始有策略性的来推 对各个国家 从欧洲 从美洲 从亚洲 东南亚国家 这边 怎么样做一个进程的铺陈 都要策略的 不要拼命道 反正有就好 非常谢谢委员 四个五个国家 四个FTA 说真的 我不敢说一点绩效都没有 有它的 象征性的意义而已 谢谢 所以不要用这个来说 啊 有没有绩效 没有绩效 这个都不能当评比的 谢谢